-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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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西方的這個星座運勢之外 我們也要帶大家來看 台灣人其實還滿信這種 所謂傳統 比如說農曆 然後或者是你的生肖等等 易選法師 我們來看看 金年金兔年 十二生肖 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 其實我去年有來 是 你每年都要來 每年都有來 那我還接到了我們這個 觀看夢想街 五十七號的這個粉絲 包括觀眾打電話給我 真的啊 在前不久的時候 他說老師啊 你說得很準 你去年說我太好怎麼辦 這麼有得怎麼辦 要怎麼找你 我說沒關係 你無緣就會找到我 走隨心派 對 那今年 再來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太歲的當頭座 無喜 恐有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明年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當中 屬老鼠的 就是我們的太陰心照靈 那這個男弱女勝 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是生肖 屬老鼠的男生呢 就像我一樣 我的運氣就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你多行善道 你只要去布施 去做一些功德 那個氣是可以補回來的 但是呢 女色是很強色 是很好的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 你可以這個幸運物 我們可以求這個 千手觀衣的這個香火帶 你無時無刻把它帶著 然後每天早上要出門 還是晚上回家 你就默念 然後觀世音菩薩 但是記得剛剛已經有講過 要多行善道 不是說我帶著千手觀衣的這個 這個香火帶 我就天下無敵 違背作歹 那這樣子你的厄運 還是會來的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生肖屬牛的 就是傷門凶神 那凡事要小心 因為呢 他今年命放三門 那我們建議就是說 有一些傷勢的事情 盡量不要去看到 也不要去碰觸 那如果你在馬路上開車 我們都知道現在都要開車嘛 過年期間都是要開車 那如果你剛好在馬路上 剛好親家妮頭 遇到這個喪事 記得把音響開到最大聲 氣勢壓過他就可以了 生肖屬牛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 這個PayPal真的要學習 對 那如果真的 我剛好我音響壞掉怎麼辦 沒關係 舌頭堵出來嘛 舌頭堵出來就好了 也可以壓制過他 那心意的看音物 就是我們的綠松石這個吉祥物 那為什麼要用綠色 因為我們都知道 牛要吃什麼 吃草 那當然就是以綠色為主 綠色代表讓他 就是有點自由的意思 就是可以開放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層級很久 已經要殺出蟲圍的 生肖屬老虎的 那太陽星高照 還有多型山道 那為什麼太陽星會高照 我們就知道 因為他今年是犯太歲 那地球的生物 離不開三樣東西 以科學來講 就是陽光空氣跟水對不對 那他明年太陽星拱照 哇他運勢會好得不得了 愛大 恭喜你啦 算大錢 謝謝 他2022年也很好啊 那當然就是因為他有多型山道 因為有多型山 他有孝順啊 孝順也是一種山道 對 不孝 他都把他的薪水捐給我們 對 沒有錯 他都有孝順 然後對員工又很好 那明年要讓你的運勢更好 記得太金的手鍊 哇這是一個結合中西方的 一個太金的手鍊 那一個板珠太金帶了之後 你又如虎添翼 就是增加能量嘛 對 那能量產更好的時候 你會 啊 這個不發折 一發一飛沖天 不是 這樣不要忘記我們 剛剛回娘家 我才把太金手鍊送給丈母娘 那沒關係 所以我丈母娘手上 現在帶了一條 沒關係我們有的是錢嘛 我們可以再買一串 沒關係的 好 第四個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 太歲當頭座 凡事要謹慎 我們的 那當然我們剛有講過 他的星座還不錯的 但是老實要講一下 其實生孝鼠兔犯太歲 其實也不是不好 我們忙了好幾年 那一輪剛好是五年到六年 就犯一隻太歲 就是要讓你休息了 就好像這一台機器 你已經用了六年 一直在生產東西 那當然時間到了 讓他休息一下 所以呢不要緊張 那我們以太歲年的生孝鼠兔了 你只要記得買一串佛珠 還是添出來佩戴一下 然後呢 心存善念 買一些米到孤兒院 還是養老院去 神明我在看 然後就會慢慢的幫你止住了 那再來生孝鼠龍 明年是犯病虎 要注重保健 污吃傷食 然後呢 可以佩戴我們的黃水晶 因為黃水晶本身呢 是有修護的效果 然後他也煮正財 他可以讓他的氣勢更穩定 不受這個病毒來感染 好再來呢 就是我們生孝鼠蛇的呢 明年要特別注意 行車要小心注重車檢 所謂車檢就是行車前要做檢查 愛車要做檢查 對 每個人 每個生孝都要做 但是生孝鼠蛇的 要特別特別注意的 那以藍色的水晶 因為藍色的水晶 可以安定三文七破 可以讓你的思緒更穩定 就不會出去開車暴衝 或者是腦頓頓 對 然後罵人家 生七七 那就完蛋了 好 OK 那我們呢 再往後來看一下這一張 就是我們生下屬馬的呢 天得心照靈 小心口舌 明年會非常的旺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非常的旺 但是要特別的注意 有時候呢 得意旺行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講話 去得罪人家 所以呢 我們要配上粉色的水晶 讓你的這個人緣會更好 那講話稍微修飾一下 可能就是女生會找到一個好老公 突然間送你一台跑車也說不定 那生小鼠羊呢 明年是五鬼星 要特別的注意 會財多體弱 注重保養 為什麼財多體弱呢 可能在投資股票啦 投資房地產啊 他都會賺到一些錢 但是就要特別注意 你錢太多了 但是你又沒去做功德 相對的你的會財多體弱 那記得保養就是要運動 那飲食也要正常 然後呢我們建議呢 可以配戴媽祖的香火帶 我們都是台灣小孩 都是媽祖父的小孩 對不對 配戴一下香火帶 媽祖的香火帶 可以讓你逢凶化吉 再來就是生肖屬猴子 去年是付太歲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 今天有玉堂貴人 多積功德 那玉堂貴人就是你的貴人 會非常的多 那如果未婚的男女 記得喔 生肖屬猴的 金玲的桃花比較旺一點 那是不是可以結婚了呢 欸 就可以結婚了齁 好 那我們適合的 就是我們的金色尾戒 金色尾戒 就是黃金的尾戒 我是說戴尾戒防小人 對 他也是防小人 然後讓他就是要多一些 積一些陰德 然後讓他的貴人 玉堂貴人會更險要 然後桃花也更好 那生肖屬雞的呢 因為今年犯覆太歲 有欄干太歲的心 褚是要三失 那有欄干心就是會被 關起來的感覺 那適合配戴我們紅色的帽子 那代表就是小紅帽 為什麼要戴紅帽呢 第一個轉運極強 第二個呢 紅帽呢可以幫你把一些器 把它化除掉 所以記得就是以紅色為主 那生肖屬狗呢 蒙視順利無視運動 那因為生肖屬狗呢 在這個玄學當中 他今年是犯了這個死符 所以要特別注意 沒事 多運動 吃飽了 飯後要運動一下 讓你的自己本身自我保健 那他適合以這個咖啡色的外套 來做一個讓他輔助 好像因為他本身穿黃色的外套 是不行的 叫黃袍加深 他會受不了 所以他只能換一個 類似像黃色的就是我們的咖啡色 來做一個幫他蓋溫 那最後生肖屬豬的呢 做事低調 防小人陷害 那他因為今年 這個有一個異動性 就是他的事情會很多 工作也會很忙碌 但是要特別注意 或者是小局怕會跳進去 人家會色局讓他跳進去 所以我們建議用紅色的絲線 綁在左手 讓你逢胸化疾 這個是老師今天 給我們十二生肖 在今年新年一年的一個建議 好 謝謝余玄老師 如果觀眾朋友 你家裡的這個家人 長輩有這些星座需要注意的 或者是什麼開運小物 你也可以買的 偷偷送給他 請他比如說 穿個咖啡色衣服等等的 好 那既然新年新氣象 很多新的事物 會為你帶來很多的能量 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你在金土年 有打算想要買車 或者是想要換車的 我們就來看看呢 其實各個不同的需求 有不同的新車可以選擇 對不對 愛打 是啊 其實我們剛從丈母娘家回來 丈母娘都會說 欸 隔壁那個誰誰誰啊 他的女婿啊 又買了一部什麼新車啊 你坐在那個地方 你會覺得說好像 沒有開個新車啊 回丈母娘家都怪怪的 所以呢 來看一下 如果是兩人世界的 Nissan的Kicks Suzuki的XS4的S-Cross 都是我們建議給觀眾朋友們 可以去參考的 因為為什麼買Nissan的Kicks 表示你是一個聰明的傢伙啊 不要花很多的預算 就有很好的空間表現 操控性能 而且這個車子呢 保證不會傷你的荷包 維修保養相當的便利之外呢 妥善率 最主要是他很強的一個優勢 再來小改款 新型的 你上Kicks之後 又加入了主安的一些配備 所以你看看 CP值超高超划算 是不是代表你是一個聰明的狗仔 那當然 SS4的X-Cross 適合都會使用 因為他比較屬於這種都會型的 最主要 他有這個O-Grip 四輪傳動的一個系統 也是在這個級距裡面 幾乎可以說是 唯一擁有四輪級距 四輪傳動的一個車型 所以呢 還是一樣 邏輯就是聰明的女婿啊 是可以駕的 是不是 四口之家 MG的HS跟TR的Sportage 你看到沒有 這目前來說 因為MGHS接單的數量非常的高 但是目前市面上能見度 還是算低 因為交不出車來 但是表示什麼 表示CP值好 聰明的選擇 一樣的價錢 你可以買到更好的一些配備跟質感啊 那TR的Sportage 表示你這個什麼 這個眼光啊 獨到以及獨特 現在新世代的韓國車型啊 哇 真的是這個空間又大 配備又好 安全性又佳 然後呢 進去電影院裡面呢 質感又好 還可以看得到韓國品牌的車子裡面 都擔當這個電影的主角啊 表示是這個很有風格的 那當然三排座椅的部分 就會發覺特別的奇怪了 欸 這兩個車型 可以說是截然不同啊 一個是屬於SUV型的 但是它也擁有三排座椅 一個是屬於MPV型的 一樣也有三排座椅 以兄弟的這個Casting來說呢 在市場上面是沒有對手 可以來去跟他做競爭 同時第二排的這個號稱呢 孝親椅啊 想想看 如果在初二回娘家的時候呢 你呢 載著你的這個丈母娘呢 坐在第二排的這個孝親椅上面呢 哇 丈母娘把這個 Automan的座椅啊 一躺 腳一翹 哎呀 一定對你這個女婿啊 讚賞有加 尤其是MPV的車型呢 這個 它的車高的部分呢 對於老人家的上下車 其實是非常的有賽以及體貼的 那再來 Lustrian的URX的NIO 也是目前呢 在SUV的這個等級裡面 呃 算是CP值非常高 而且是擁有三排座椅的SUV車型的 雖然它可能沒有辦法 像兄弟的Casting一樣 在第二排座椅給丈母娘做的 還可以翹腳啊 但是呢 它也有不同的一個設計跟這個選擇 而且價格也比較清明啊 最主要是價格很清明啊 我可以說是買Lustrian的URX的NIO 稍微就是自私一點嘛 因為呢 你剛剛這個 艾利斯老師講 風向星座 對 要買什麼 馬卡龍的粉嫩色有沒有 真的 是不是 你看這幾台車 只有它一個可以稱之為是 馬卡龍的粉嫩色 但是呢 雖然自私一點點 為了自己買了馬卡龍的粉嫩色 但是還是顧及到整個家庭 因為我們要有安全性的三台座椅啦 是好謝謝艾大的分享 這些新車是不是你的口袋名單之一呢 當然我們說過年今年有十天的廉價嘛 你也許見完了丈母娘 跟丈人稍微掃酌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你要帶著全家大小一起出去玩啦 不過呢在行前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計劃要出遊或者是遠門的話呢 當然你的愛車行前檢查就很重要啦 羅哥再來提點一下好不好 對 這個老生常談 我們一定要久久再來看一次 不管什麼星象什麼星座什麼 什麼生效都要 都要 首先第一個五油三水 現在很多車子已經沒有到五油三水了 電動車就沒有汽油宅油了嘛 真的喔 然後呢現在又有Level 2的那個自動駕駛 所以你的方向盤這個輔助也是電動馬達了 對不對 所以又少了一個油對不對 然後那個水的部分呢 電瓶可能也不用再加水了 不用 所以你的電瓶呢 你要注意喔 你平常在發動車子的時候 是不是變得 有點氣喘的感覺的話 你最好趕快去檢查一下 是不是換一顆新的電瓶 是上路之前這個真的要注意 對這個一定要注意 免得你出去叼掐 尤其現在天性冷 尤其現在天性冷 而且過年很多地方都不開啊 對啊 你臨時要找救援還不容易 沒錯 然後輪胎呢當然我們都知道 輪胎的胎紋深度很重要 拿個十塊錢銅板去查一下 那個國父的領子 領口 領口 要能夠被埋住這樣 胎壓也要注意喔 對胎壓也要注意 雨刷那個刮不清楚 刮不乾淨很麻煩 危險 對 那煞車底盤的部分呢 基本上這個是你平常就要注意 你也不是 定期保養一定要注意 定期保養很重要 燈光系統也是 如果你不方向盤 會突然覺得這樣 閃得特別快 表示你可能有一顆方向燈 已經不會亮了 然後那個燈光的系統 你要仔細看一下 你大燈不要少一顆啊 這樣會很糟糕 那儀表板啊 還有行車記錄器啊 這些也都是必備的 你看看你這個 裡面的記憶卡是不是 滿了或是壞了 平常大家都很容易無略 停滑 台灣人 走 走 走